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栗子 今天带你们看一辆十多万出头就能拿下的越野房车 我现在就在这款房车里面了 大家看它的头部区域就是一个坐卧区 那么日常咱们白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会客就餐 喝喝下午茶聊聊天 到了晚上中间的餐桌降下去 就可以拼成一张1米45x1米96尺寸的大床了 这样纵向睡下两个人 那是没有问题的 床边也配备了一排床头柜 那么平时咱们拖下来要换的衣物就可以储存在里面了 大家看我站起来空间的垂直高度是真的不错 内部高度达到了1米95 因为这款车它带有一个硬升顶设计 升上去之后咱里面的空间就非常的通透了 沙发一侧配备了一台家用式的变频空调 下方是一台85升的车载冰箱 日常咱们处游可以冰点自己喜欢的饮品 或者是储备点新鲜水果和蔬菜 在进门一侧就是一个简易的厨房的位置了 那么厨房位置的台面其实操作空间还是挺宽裕的 台面上也配备了一个翻盖式的洗菜池 下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柜 那么平时咱们如果说要带着一些小家电来做饭的话 它里面是完全可以放得下的 卫生间其实还是蛮充裕的空间 那么一个人在里面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咱们到了野外 咱们清洗自己也有地方 就不用说到处找水源了 那么这台车在水路上的配备 是配备的140升的清水箱 还有一个65升的灰水箱 除了刚刚咱们看到的那张双人床铺 在车尾部 还有一张上下铺 这两张上下铺的尺寸都在1米96乘以75公分 那么平时咱们如果说要住车之后要坐下的话 可以把上方的上铺这里翻折起来 去增加咱们的头部空间 其实这台车四个人出去也是蛮够用的 并且里面的家具都是全铝家具 也是更耐用更结实 现在来给大家揭晓这到底是一款什么车 这款车就是来自慕牛迪房车的X7 Pro 越野拖挂房车 车身外部尺寸的长度5米05 宽度2米05 高度是2米2 对于大部分的城市环境的限高是完全可以适用的 而且在拖挂房车上坐硬升顶也是国内少有的设计了 别看它是一款越野拖挂房车 但是它的底盘采用的是全铝底盘 这样它的质量也会更轻 并且后面带有独立的悬挂和叠杀系统 整体的整个车的整备质量也是非常轻的 只有1199公斤 对于这样一款质量轻还带有这种全铝底盘的拖挂房车 可以说是国内首家了 外部设备也是准备的非常充足 在头部这里配备了一个抽拉式的燃气灶 整体的一个户外厨房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那么平时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户外做饭了 在户外厨房的一侧 有一个外置的翻折置物板 平时咱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自己用餐的小碟子 或者是随身活动的运动水杯 那都是可以的 在下方这款车配备了一个少有的叠杀系统 而且胎也是采用的是个AT越野胎 走在非铺装路面的时候抓臂力也会更好 并且它的悬挂系统配备的是双轮独立悬挂 这样它是真正的可以去适应咱们的非铺装路面的 车身上方配备了一个侧边罩 那么平时咱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把它拉开 就不用单独再去搭一个帐篷了 尾部配备了一个全尺寸备胎 这样如果说咱们在路上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可以完整的去把备胎换好了 这款越野的拖挂房车指导价格是11.68万元到15.58万元 那么咱们刚刚看的这一款是它的高配车型 是15.58万元 带有顶部600瓦太阳能3000瓦的逆变器 还有400安时的离电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